秦朝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其存在的意义非同寻常,正是秦国主导的文字、经济、政治的全面统一,奠定了中华民族的整体基调。 如果没有秦朝的统一,便不会有今天中国稳健的文化和传统。 可以说,中国人不屈的性格就是秦国富裕党。 当然,秦朝统一是充满了暴力和血腥的过程,但中间也充斥着揪揪老秦的不屈抗争。 如果展开来看的话,一部秦国的历史远比一些小说还要励志。 第一阶段,静止的门卫。 不要看后来的秦朝有多辉煌,当年的秦国为了得到一个名分,可以说是拼了老命。 秦国的源头要推到拱卫商朝的一大强悍部落,非联。 非联族是十分强悍的,在王法座的过程中,没少给周人找麻烦。 所以在周朝建立之后,非联族一度受到排挤, 在强悍的首领厄来战死之后,周王室安排厄来的弟弟晋圣作为非联族的首领。 多年之后,晋圣的曾孙造父成为首领。 此时周朝的西部,荣族开始兴起。 为了抵御这批强悍的外族人,周王室开始启用造父镇守边关。 造父对荣族的战法非常熟悉,所以他也出手,立刻让周朝的边疆获得了平静。 趁着这个机会,造父向周王室推荐自己的侄子大洛。 大洛善于养马,而马匹又是当时最为重要的战略物资, 所以周王室十分重视,让大洛在卫河之盼,设立封国,管理马匹。 再往后,大洛的族人妃子获得周王室的重视,在大洛死后成了部族的新首领。 妃子这个人是秦国立国过程中最重要的一个节点, 本来他依附于大洛也是以养马建长的。 周朝王因为赏识他,便把秦帝封给了他,所以妃子又被称为秦国的始祖。 后来大洛去世后,妃子开始对秦戎又拉又打,分化其力量,结果让周朝得以享受安宁。 但需要注意的是,妃子此时仍然不算是一个诸侯, 他虽然镇守着周朝的边境,拿着工资帮周天子砍人, 但身份仍然低微,仍然补入中原诸侯的法眼。 此时谁也想不到,他的子孙能够统一天下。 妃子去世后,他的儿子秦仲与秦戎打了几场恶战, 因为功劳,被周朝封为了大夫,但这并没有给秦仁带来什么地位上的提升。 在中原贵族眼中,他们仍然是不入流的扬马人。 接连几代的秦帝首领,在何希荣的战斗中不断增强自己的实力, 他们的扬马绝活,让秦仁在何希荣的战斗中不落下风, 而周天子为了让秦仁给自己打天下,也不断增大对他们的风赏。 可以说到了这个时候,秦仁已经有了相当强大的实力,所缺的仅仅是一个身份。 第二阶段,立功建国 时间很快来到公元前771年,这一年中国出了一件大事, 周朝的天子周幽王宠幸包国的美女包四, 并且想要废掉原来身后的儿子遗旧, 立包四之子为继承人,结果这个举动造成了身后父亲身侯的不满。 身侯是西部编程的重要部组,与周天子世代通婚, 他们手里掌握的正是戎族入侵关中的一道重要通道。 只要身侯能封住这条路,戎族就进不来, 但如果他们放任不管的话,戎族就能通过这条通道, 直取周朝的首都岗晶。 周幽王少不更事,非得要得罪身侯,结果就引起巨大的恶果。 在身侯的引领下,犬戎顺着通道杀到了岗晶城下, 无可奈何的周幽王只能燃起风火,召唤天下兵马。 但到了这个时候,即使诸侯想来,也是远水就不得进火, 于是周幽王被杀,西周灭亡。 这次的祸事严格来说是依旧惹出来的, 原本他应该是既得利益者, 见犬戎在攻破搞尽之后,居然住下了不走了。 这一下依旧急了,他赶紧召集天下兵马, 来把犬戎赶走。 只不过此事的周朝控制力已经变弱了, 响应的诸侯并不多, 但这不多的几个诸侯实力却都比较强, 其中就包括魏武公、晋文侯、郑武侯三位机性的大诸侯。 而秦帝的首领秦相公也随着大诸侯简阳落。 于是,犬戎被顺理成章的给赶跑了, 秦相公也立下了大功。 在这之后,已经成为周平王的遗旧, 搞得搞经太过靠近西荣,有些危险, 于是就将首都迁到了洛邑。 迁都过程中,秦相公始终在前面, 当凯鲁先锋又赚了一波好感。 于是,周平王封秦相公为诸侯, 边缘的秦帝小国终于有了和中原大国比鉴的身份。 但周平王只是抬高了秦相公的身份, 却没有给他半分实惠。 他对秦相公说, 选荣太坏了, 侵占我们的奇风之地, 如果秦人能驱逐他, 那这些地方就给你们当作赏赐了。 也就是说, 秦人想要地盘, 必须要自己去打。 这件事可以当作周平王惠而不费的空头追票。 但他没想到, 秦相公和自己的儿子秦文公居然如此生猛, 只花了短短二十年, 就将这个追票给兑现了。 他们在和西荣的战争中不断取得胜利, 真的就将其风之地给牢牢地攥在手中。 秦国到了此时才算真正成型。 这还不算, 在之后的近百年中, 秦国出了一个又一个历经图治的国军。 他们在和全人的战争中不断取得胜利, 将周朝的关中固利全部拿入海中, 极大的扩散了生存空间。 第三阶段, 谋求称霸。 到了秦宣公时期, 秦国已经成为西方大国。 此时的东方, 周朝的诸侯已经掀起了一阵称霸的热潮。 而秦宣公觉得自己国力强盛可以争霸了, 所以他的冰封冬至想要通过函谷关进入中原。 但函谷关以东坐镇着东周的第一强国晋国。 此时的晋国国力强盛, 有足够的本钱和秦国对抗。 结果挤占下来, 秦国一点便宜都占不到, 最后只能掩齐西谷。 秦宣公之后, 其子秦宣公继续东进, 结果仍然无法突破函谷关。 晋国成了秦国面前横根的一道难以愉悦的屏障。 秦国人意识到, 只要晋国还在, 自己就难以东向称霸。 秦宣公之后, 一代雄主秦宣公出场。 为了增强国力, 他用五张黑羊皮换来了贤臣百里希, 又通过百里希召来了贤臣, 简叔。 在军队方面, 他手里也有了莫名氏, 西齐树, 白蚁兵三位百战名将。 同时, 秦宣公还简化政治, 发展军力, 让秦国的硬实力冲上顶峰。 国人前627年, 晋国出现重大变故, 一代霸主晋文公去世了。 秦宣公立刻觉得压在自己头上的大衫霉了, 重新燃起了争霸的野心。 此时, 由于得到了郑国防备松懈的情报, 秦宣公决定转战千里, 去攻击郑国。 这个决定遭到简叔和百里希的反对, 他们认为, 如果秦国劳实远征, 不但得不到什么益处, 还可能被晋国伏击, 但此时的秦宣公立令致婚, 什么都听不进去, 强令大军进发。 最后的结果大家都很熟悉, 在萧这个地方, 秦军遭到晋国的伏击, 全军覆没, 最后通过外交上的小手段三位大将才得以回到秦国。 秦国这一拜, 秦母公对自己的实力有了清醒的认识, 看来只要晋国还在, 秦国就冲不出韩国关, 于是秦母公努力向西拓展, 将西荣之地尽收囊中, 于是乎秦母公成了西荣霸主, 也算在春秋五霸之一。 第四阶段, 变法图强。 接下来的一百多年, 秦国乏善可陈, 不是他们君主庸庸碌碌, 而是能打的地方都打下来了, 打不下的地方想也没用, 这种无敌的状态最是消耗志气, 秦国的疲软也就这么形成了。 公元前403年天下再生变故, 曾经强悍无敌的晋国, 被韩赵魏三个诸侯瓜分, 根据何则强分则弱的规律, 此时应该是秦国东出韩国关, 称霸天下的好机会, 但东方的诸侯再次给了秦国当头一棒。 继承了晋国大部分遗产的魏国, 在魏文侯和民将吴己的通力合作下迅速崛起, 无极训练的众步兵魏武族, 简直就是无敌于天下的存在。 依靠着这样的强兵, 魏国不断在秦国的土地上攻城掠地, 整个西河地区, 也就是今天的核桃地区, 很快就全部被魏国夺走。 这时候的秦国国君可谓是欲哭无泪, 本以为晋国没了, 自己能拥有好日子过了, 可没想到来了个更狠的魏国, 不但自己出韩国关城了泡影, 就连自保看来都难, 他们只能祈求着, 让魏国早点衰落下去。 很快, 事情就有了转机, 魏文侯死后, 魏武侯和吴己意见分歧很大, 吴己不得不跑到了楚国, 魏国向其攻略的势头, 因此戛然而止, 而秦国也迎来另一位明君秦孝公。 以个人能力而论, 秦孝公并不突出, 真正让他显得与众不同的, 是他碰到了商鸯。 商鸯是魏国人, 因为在祖国不受重视, 所以跑到秦国来, 一番交谈之下, 秦孝公深感此人能力出众, 于是便让商鸯主持政务, 在秦国推进变法。 此时已经进入战国时期, 很多国家都在推进变法, 但商鸯在秦国的变法, 却是最为彻底的。 按照商鸯的新法, 秦国开始重视农耕和征战, 将这些因素与赏赐爵位直接挂钩。 这一做法把死水一潭的秦国政坦迅速攀活, 国家面貌由此焕然异新。 短短不过十几年, 秦国的国力迅速变强, 指挥着秦国军队不断征讨六国, 而关东六国则昏均迭出, 国力日进衰弱, 秦朝统一的势头便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 秦孝公之后便是秦桧文王执政, 秦桧文王和商鸯有仇, 一上来就杀死这个变法狂人, 但商鸯之法却完整地保留下来, 秦国的复兴之路也得延续。 第五阶段,统一天下。 在秦桧文王当政时期, 秦朝正式改宫称王, 秦桧文王正式摆脱周天子的限制, 开始自行其事, 而且他还北扫义渠, 西平巴蜀,南下商鱼, 将秦朝的后顾之忧一一扫平。 之后他成功地东出韩谷官, 夺回了当初武器强责所有土地, 也为日后秦朝统一奠定了基础。 接下来的秦武王贡献较少, 但他仍然成功地打击了关东六国, 尤其是韩国。 可以说正是这一举动拉开秦朝统一的序幕。 秦武王之后并是秦朝相望继位, 这位在位时间最长的秦国君主, 在他的前半生中是权力虚致的, 秦国的真正统治者是他的母亲宣王后和舅舅魏冉, 凭着贤熟的政治手腕, 宣王后继续推进秦国统一, 但他和儿子的矛盾也日渐加深。 秦朝相望41年, 这位手段刚蒙的国君一举夺夺属于自己的权利, 将母亲和舅舅流放。 这一变革加强了秦国的中央集权, 让混乱各国的贵族干政问题得到有效解决。 同时,秦朝相望重用大将白启屠杀其他六国一百多万生力军, 让他们不再有何阻挡自己的实力。 尤其是在长平之战中, 白启大挥屠刀将唯一能和自己争雄的教果彻底打垮。 同时,他还彻底灭掉东周, 俘获了周南王, 结束了周朝八百年的历史。 可以说,秦朝相望之后秦国统一之路亦是一片谈吐, 后面的秦庄相望和秦始皇只要躺在前人的功劳部上, 按部就班地走, 就可以最终完成统一。 而事实上, 他们也确实是这么做的, 最终在公元前二二一年, 秦国灭掉六国, 统一了天下。 可以说, 秦国的统一历程看似十分顺利, 实则道路多尖。 从妃子, 德道封地, 到秦始皇统一, 这之间秦国几乎没有出现过太离谱的官军, 这应该和他们与西荣为林, 不得不历经图治有关系。 而到了最后阶段, 中央集权的行政体系, 又给秦国提供了非同一般的团结性。 而反观其他六国, 则大多现在所谓的传统泥朝里, 拔不出腿来。 贵族和国军争利, 国军和百姓争利, 上下离心离德, 最后的结果就是上层建筑越来越腐朽, 他们最终被秦国所灭, 也是理所当然。 人们常说, 生于忧患, 死于安乐, 秦国统一的历史也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若此看来, 多几个敌人绝对不能说是坏事。 下面我们来盘点秦国38位国军, 看看你认识几个。 国元前21年, 秦王嬴政统一六国, 建立我国第一个封建王朝, 秦朝。 秦朝建立之后, 秦始皇推出很多新的制度, 还梦想着可以统治千秋外代, 让秦始皇没想到的是, 秦始皇驾崩之后, 他的儿子胡还继位没多久, 秦朝就面临崩溃的边缘。 国元前207年秦朝灭亡, 此时距离秦朝建立只有14年的时间。 当然, 秦朝也并不是只有这三个君主, 秦朝的前身是秦国, 秦朝可是有几百年的历史, 连秦朝加起来一共有38个君主, 这些君主对秦国的贡献各不相同。 我们今天看一下秦国这38位君主的 大致状况, 总的来说是明君很少, 昏君和佣君比较多。 秦国的第一位君主是迎妃, 世号秦妃子。 秦妃子是商朝名叫鄂来吴世孙, 不过到秦妃子这的时候, 秦人混得并不怎么样。 周孝王时期, 去周为了对抗北方的游牧民族 需要有大量马匹, 于是周孝王命迎妃到干水, 渭水之间主管马匹。 迎妃就这样开始给周王室摇马, 后来周王室觉得迎妃摇马咬得还可以, 所以就封他为君, 把方圆武士里的秦帝封给他, 这也是秦国号的来称。 这是秦国第一次出现, 确切地说还不能算是国, 周王室只是给他封地, 并没有给他爵位和官职。 说白了, 这相当于周王室的内臣和附庸差不多, 对于迎妃是书上只是记载他善于养马, 至于其他事情记载的并不多, 不过光是建立秦这件事, 就足以让他名垂千古了。 秦国第二位君主, 姓名不详, 世号为秦侯, 在位十年, 第三位君主是盈宫伯, 也叫秦宫伯, 在位三年, 这两位君主在位期间, 没做什么特别显眼的事, 史书上关于他们几乎没任何记载。 秦国的第四位君主秦仲, 在位二十三年, 秦仲在位的时候, 被周宣王封为大夫, 周王室命令他率兵进攻位于西方的屈荣, 秦仲在进攻西荣的时候战死, 这也算是为国捐躯, 虽然他战死了, 但秦国在西州的地位明显提高了。 秦国第五位国君是秦庄公, 秦仲战死之后, 秦庄公继承他的位子, 之后继续和西荣作战, 最终打败西荣。 周宣王还是比较厚道的, 秦庄公打败西荣后, 周宣王奉秦庄公为西锤大夫, 并将原大洛之族所居住的 犬秋赏赐给秦人。 秦国建国这么久, 到现在领土才算正式扩张。 秦国第六位国君秦相公在位十二年, 秦相公在位时间可以说是并不长, 但对秦国的发展至关重要。 他在位期间正值西州灭亡, 东周建立之际。 西州灭亡之后天下大乱, 此时秦国和晋国、 郑国等国家支持周平王东迁。 在东周建立的时候, 秦庄公立下了重大功劳。 平王东迁之后, 立刻把王室无力控制的 秦山以西的土地赐予秦国。 反正现在也不是自己的, 不如送给秦相公做个人情。 不仅如此, 秦相公还得到周平王的承认, 秦国正式建国, 决位为博。 秦相公这次赌队了, 因为当时有两个王, 下面都有一大堆祖侯支持。 如果周平王失败的话, 秦国的结局可想而知。 秦相公在获得周平王赏赐的土地之后, 立刻发兵进宫西戎, 想要拿回这里。 秦相公也在进宫西戎的时候去世, 这个和他爷爷秦重差不多。 秦国第七位国君秦文公, 在位五十年。 秦相公死后, 秦文公继续西进宫西戎, 最终占领了那些 被西戎占领的土地。 不仅如此, 秦国继续向西扩张, 还收复了其他地方。 秦文公还制定一些刑法, 百姓也开始定居生活从事农业生产。 此时的秦国开始向中原各国学习, 不过总体还是比较落后的。 秦国的第八位国君秦县公, 秦县公是秦文公的孙子, 他父亲在秦文公死前就去世了。 秦文公直接把国君位置传给他, 秦县公时期, 秦国缓慢向西发展, 继续占领西戎其他地方。 秦国第九位国君秦初子, 看这名字就知道有内幕, 他五岁继位, 后来被全臣杀死, 基本上什么都没做。 秦国第十位国君秦武公, 秦初子被杀之后秦武公继位, 看他的嗜好就知道, 这个人不是简单的人物。 秦武公在位期间, 秦国扩张还是比较快的, 秦国占领了棉柱, 叶蓉, 继蓉, 义渠蓉, 狄, 墨等蓉族。 总的来说, 秦国的发展方向还是向西的, 不仅如此, 秦国还学习楚国设立限制, 这对后来的中央集权又很大影响。 秦国第十一位国君秦德公, 第十二位国君秦宣公在位期间, 秦国继续向前发展, 秦国吞并了一些小国, 也有一些小国开始臣服于秦国。 第十三位国君秦宣公在位期间, 由于只有四年便没有做什么事, 影响也不大。 秦国第十四位国君秦武公在位39年, 对秦国的影响非常大。 秦武公在位期间最初是准备东出, 想要占领中原各地, 不过由于碰到了强大的秦国, 根本不是人家的对手。 之后秦武公立刻向西发展, 大力进攻熄灭少数民族居住的地方, 开辟新国土千里。 就这样秦国彻底成为西方诸侯的霸主, 被周湘公任命为西方诸侯之伯。 秦武公就这样成为春秋时期的霸主, 也是春秋五霸之一。 不过秦国并没有因此而崛起, 之后更是内乱不断, 一天不如一天。 秦国第十五位国君秦康公, 第十六位国君秦贡公公, 第十七位国君秦桓公在位期间, 并没有继续秦武公的政策向起发展, 而是继续东出。 在这三位国君的带领下, 秦国不断向东进攻, 多次被东面强大的秦国打败。 此时的秦国实力不断下降, 和秦穆公时期完全不能相比, 秦国开始走下坡路。 第十八位国君秦桓公在位时, 秦国又多次打败晋国, 实力有所上升, 但还是无法和秦穆公时期相比。 秦国第十九位国君秦埃公在位期间, 发生一件大事, 吴国打败了楚国占领了楚国的国都, 申包续到秦国请求救援, 最后在秦国的帮助下, 楚国得以收复自己的首都打败吴国, 可以说,这次秦国是彻底露脸。 秦国第二十位国君秦桓公在位期间, 晋国发生一件大事, 就是韩赵魏三家开始掌控晋国大权。 不过在这件事上, 秦桓公犯了个错误, 他最初是支持秦氏的, 所以得罪了韩赵魏三家。 不管怎么说, 韩赵魏三家掌控晋国之后, 晋国国君是名存实亡了, 秦国东出最大的阻力没有了。 秦国第二十一位国君秦道公, 第二十二位国君秦立贡公, 第二十三位国君秦造公, 第二十四位国君秦怀公, 第二十五位国君秦陵公, 第二十六位国君秦谨公在位时, 连续五代国君秦国基本上没什么发展, 实力还停留在之前的阶段。 秦国第二十七位国君为秦桓公, 很多人想不通, 之前不是有过秦桓公了? 其实确切地说, 之前绝对不能叫公, 叫伯,或许比较合适。 秦桓公在位时期, 魏国开始崛起, 成为中原霸主, 魏国派武器为将, 占领秦国核心之地, 并以此为根据地进攻秦国。 秦国实力更加衰弱, 秦国第二十八位国君秦出公在位期间, 更是大臣专权, 国君没有任何实权, 秦国内乱层生, 更是一天不如一天。 秦国第二十九位国君秦宪宫在位期间, 秦国几十年的衰落开始告一段落了, 秦宪宫还是一位比较艰苦奋斗的国君, 他在位期间, 秦国进行多次改革, 开始一风一俗, 秦国和中原各国更加相似。 当然, 秦宪宫最大的目标就是收复, 在秦桓公时期被魏国占领的何习之地, 所以他不断对魏国发动战争。 不过, 秦国和魏国国力悬殊巨大, 所以秦宪宫至此也没有收复何习之地。 他本人也在和魏国的作战中去世, 秦宪宫之后, 秦国连续出了很多代明军, 秦国的国力也是一天比一天强。 秦国第30位国君秦孝宫, 这又是一个对秦国有着重大影响的国君。 可以说, 如果没有秦孝宫, 秦国就没有能力统一六国, 更不会有后来的秦朝。 秦孝宫在位期间任用商鞅进行变法, 彻底改变了秦国乐后的面貌, 使得秦国变成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 秦国国力大增, 秦宫在位期间, 秦国彻底改变了从秦穆宫以来停止不前的状况。 虽然秦宪宫时期秦国国力没有明显的上升, 但为秦国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秦宪宫之后, 秦国的发展是一天比天快。 秦国第31位国君秦惠文王 秦惠文王是秦国第一个称王的国君, 他在位期间虽然处死了商鞅, 但继续坚持商鞅变法, 新法在秦国更加坚定。 秦惠文王在位期间, 北伐义渠,西平巴蜀,东出寒谷,南下商鱼, 秦国领土大增, 实力和之前不可同日而语。 总的来说,秦惠文王是个少有的明君, 但是他的任人威胁, 秦国才会发展如此之快。 此时,到这个时候, 秦国和中原各国实力相当, 还没有统一天下的能力。 虽然秦国变法多年, 但毕竟之前太落后了, 也不能说一口吃个胖子。 秦国第32位国君秦武王 秦武王在位只有四年, 最后因举顶而死, 不过他在位时间虽然短, 贡献还是很大的。 他结盟魏国,连月至楚, 攻拔遗阳, 设置三川, 平定鼠乱, 修改封疆, 耿修田律, 疏通河道, 筑低修桥, 秦国国力进一步上升。 秦国第32位国君秦兆襄王, 秦兆襄王在位56年, 他在位期间秦国进一步发展, 而且已经具备一统天下的实力。 秦兆襄王在位期间, 秦国先后战胜三晋, 齐国、楚国, 攻取魏国的河东郡和南阳郡, 楚国的钱中郡和颖都。 发动长平之战, 大胜赵军, 还灭亡东周, 迁九鼎到咸阳。 秦兆襄王去世后, 六国没有一国是秦国的对手, 即使联合起来, 也未必是秦国对手。 秦国第34位国君秦孝文王, 第35位国君秦庄襄王, 两位国君作为不大。 秦庄文王在位只有三天就去世了, 什么都没做。 秦庄襄王在位时, 大权由吕布韦掌控, 所以没什么机会有作为。 虽然如此, 秦庄襄王时期, 秦国仍旧在开疆拓土, 秦国不断进攻三晋, 不过后来, 在五国邻军的进攻下, 秦国失败了。 之后秦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都收缩在韩国关内, 秦国扩张的脚步才停止。 秦国第36位国君秦始皇嬴政, 这个就不用多介绍了, 所有人都知道他。 在位期间统一六国, 建立我国的一个封建王朝, 开创了皇帝制度, 郡县制, 三宫九秦制等, 还统一了杜梁衡, 书同文, 车同轨等, 他的贡献无论怎么夸大都不为过。 不过, 秦始皇统治后期, 由于统治残暴, 给后世留下一个大摊子, 他儿子胡海刚即位没多久, 就爆发了陈胜吴光起义, 之后其他起义不断。 秦国第37位国君是秦二世胡海, 很多人好奇秦始皇嬴政肇事, 儿子为何叫胡海? 其实胡海是名, 人家也是姓颖, 全名是颖胡海, 或者叫赵胡海。 胡海继位之后, 没有秦始皇的雄才大略, 还继续作妖, 虽然已经出现了陈胜吴光起义, 但他依旧进行残暴统治, 还重用宦官赵高, 最后他自己也被赵高处死, 他去世的时候, 秦朝已经土崩瓦解了。 秦国第38位国君秦王子英, 很多人好奇秦始皇秦二世都是皇帝, 为何到紫英这儿就变成了秦王? 事实上, 紫英处死了赵高之后, 为了平息各地反抗, 自将为亡。 不过他的这种行为依然没有平息众怒, 各地起义并没有平息。 过渐起207年10月, 刚几位46天的紫英, 向打尽关中的刘邦投降, 秦朝正式灭亡, 项羽进入咸阳的时候, 紫英也被处死。 这就是秦国38位国君的状况, 总的来说, 明君很少, 除了秦妃子, 秦穆公, 秦县公, 秦孝公, 秦惠文王, 秦朝相王之外, 其他国君都不怎么样。 好在就是从秦孝公之后, 秦国在制度上彻底领先别国, 而且之后的几代国君没有太昏庸的, 也正因如此, 秦国才有机会统一六国。 不过由于秦始皇后期太作, 以及胡还太无能, 刚统一没多久的秦朝灭亡, 也是在所难免的。 这里最亏的就是秦王子英, 自己明明什么都没做, 却成了亡国之君, 还落得身手异处的下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